如是我聞,我們來到一個酒箱 來到這裏,我們在直播講紅酒的兩個節目 一個是一小時,我們分兩個星期放 今晚這個節目由Paul和他的老友 Porsencock,兩位講解 我不認識的,因為我只會喝的 完全不知道什麼紅酒,幾萬元也喝過 幾十元也喝過,我覺得味道一樣 沒有其他,沒有特別興趣知道怎樣來 這個學問很大,學習的心情很大 喝酒的心情不大 由你兩位講講 講一些我們日常生活 現在都會喝紅酒,喝白酒 希望大家看完這節目之後 略略都知道怎樣喝過紅酒 怎樣分別好酒 怎樣處理酒呢 又是需要知道的,很大學問 那譬如,第一個問題 我看到針了給我這杯酒 是否一定要用紅酒杯 針一定要針這麼多為準確呢 這個問題呢 我想應該是Porsen去解答 因為我也是喜歡喝酒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怎樣分別呢 我想最重要是分別好喝和別喝 好喝和別喝 好喝和別喝呢 就是好看你自己的 沒錯,幾個學問幾個問題 大家慢慢聊吧 Porsen可以先講講 柳Sir剛剛提到的問題 紅酒是否紅酒杯 白酒是白酒杯 怎樣分別呢 基本上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喝酒 為何說 紅酒杯會比較大 紅酒杯會分為波爾多 或者Burgandy杯 這就是波爾多杯 通常喝一些比較有力量 如果用赤霞珠 Cabernet Sophie Yung為主 去製造的葡萄品種 我們都會用這個波爾多杯 我們用來自Burgandy 擅產的葡萄品種 Pinat Noir 就用Burgandy杯 就像葡萄那樣 對,沒錯 比較肥的 這裡比較小 紅酒也兩種杯 對,最主要兩種杯 白酒杯會比較小 為什麼呢? 因為白酒我們通常是雪凍來喝 如果每次用這麼大的杯 一杯酒慢慢聊聊 就不夠冷了 我寧願倒一點 然後倒下去的時候 就夠冷 這樣就好喝了 所以我們通常有幾種 還有一些香檳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用一些很長的香檳杯 高一點 高一點 最主要就是欣賞氣泡 令它更漂亮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喜歡用白酒杯去喝香檳 因為感受香味 各有所好 這個酒 為什麼肥草要這麼大喝紅酒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喝紅酒最喜歡的什麼呢? 喝酒最特別就是變化 我們喜歡喝變化的 如果喝酒 現在跟一陣子聞 一陣子聞 有沒有變化? 那變化怎麼來呢? 就是來自空氣 原來酒接觸了空氣之後 是會更加吸引更加香的 慢慢有變化的 如果這個杯 這個杯身夠大的話 空氣接觸的機會就更加多了 明白明白 所以很多人 我們經常去酒吧 或者去餐廳 其實很多時候 看到阿嬌國品酒師 都是針這麼多 可能有些不太認識葡萄酒的故事 就好像不滿 為什麼你針這麼少呢? 這麼不滿 對 但其實他是為你好 原來 寧願針多些 即是你針多幾次 針少些 被空氣接觸之後 慢慢慢慢變化 越喝越好喝 那你買一杯酒 他應該針多少給你 通常一瓶 即是我們一杯酒 即是我們要一瓶去除出來 即是一瓶正常的750ml 那些 針大約五至六杯 五至六杯 五至六杯 即是 大杯 即是 針到什麼 如果針的話 就針到大約這個位 如果我們 可能要做 中間這個位 差不多 四分一度 一隻這些杯的四分一度 大約就是這個份量 很多人 如果你說整支針 就針少些 因為那支也是你的 是的 如果那下訊息 我們說 Wild by the glass 短杯計 大約針到 四分一 三分一 那四分一三分 是不是應該去到 杯子最闊的 接近那個位 當然看一些杯 有些杯大一點 有些杯小一點 不同品牌的杯 也有不同的 尺寸 所以就會看回 但他們都有很多經驗 很多餐廳 但是都是分五六杯 嗯 還有一個不是諷刺的問題 這是經常見的問題 令到我不懂喝紅酒的人都氣憤 什麼呢 是嗎 我見到某些國人喝紅酒 是加冰的 嗯 先看看 不止加冰 還要加七喜 加汽水 加梳打 加忌廉 又有 是 是 是 那究竟 我就知道沒有理由 我沒見過 那些人喝紅酒 加冰 又是加可樂的 是 見到那些人 是不是大鄉里 還是 為何不應該這樣做 這件事使得我 很疑惑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見過 也有人問過 我見到他們這樣跟我說 一聽 我就覺得 好東西 又有可樂 又有冰 夏天 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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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都知道 你也是 那時候我回到那些地方 有一個活動 那些酒 其實 直接說 那一刻 那一刻 那些客人就給我 然後我叫服務員 給我一杯可樂 否則我喝不到 因為全場每個人都這樣喝 全場都是這樣喝 全場都是這樣喝嗎 每個人都這樣喝 我不是這樣喝 因為初初 初初我便要求不要這樣喝 一口之後 我就明白為何全場每個人都這樣喝 但其實一般來說 真是的 我們是不會加什麼可樂 什麼 什麼 冰都不應該加 不應該加 淨飲 淨飲 就是我們喝奶茶也是 冰鎮奶茶 怎樣都好 因為喝冷的話 冰鎮奶茶 你再加冰下去就溝淡了 是 喝酒也是 我們寧願說是雪到夠冷 我們在雪櫃裡 如果是 拿出來 附近有沒有雪櫃的 放冰桶 浸著它 浸到夠冷 紅酒 這樣計算 溫度是應該 摺氏度數是對的 大約16-18度 即是普通室溫 記住是歐洲的室溫 不是香港的室溫 香港的室溫 香港的室溫 已經是30度了 即是香港要冷一冷 有個方法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做 就算喝波爾多酒也好 如果天氣太熱 我們會拿冰桶出來 把紅酒浸一浸 放兩杯冰桶 好像汽水啤酒 放進去 放一會 等酒冷了一點 就拿來喝 對 你可以先放進去 但不是冷很久 不是冷到像喝冰水那種感覺 純粹把溫度 變回室內的適合溫度 16-17度 白酒是否7度呢 差不多了 白酒通常 看看那些白酒 輕身還是重身一點 輕身一點 可以再冷到4度 重身一點的 可能去到8度 一定要冷了才可以喝 對 又不能溝 溝溝 溝溝 其他東西去喝紅酒 另一個國家去混合不同的飲品 有嗎 有 這個地方應該是西班牙 西班牙最出名的 他們有一個酒叫Sangria 有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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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的 冷飲 但有兩個說法 話說 這是西班牙最出名的飲品 但也有說法 原來西班牙人是不喝的 這件事 這件事 比較有趣 遲些希望有機會 我問清楚 有些西班牙人說 我們都不喝這些 我喝過 我喝過 有喝過 我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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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紅酒 你說回這個說法 我可以說一說 其實為什麼西班牙人不喝呢 因為西班牙本身買酒太便宜了 喝我一瓶飲 因為其實那種的做法就是 可能酒靜了 又不要浪費 不如做些東西 再喝 第二天再喝 因為酒不可以太久 一兩天很盡 不是 我每天都喝 像餐廳一樣 剩下半瓶 那就浪費 開始研究這類的 我們叫雷尾酒 所以可能真的有機會 因為我未知道西班牙人是不喝的 可能真的有機會 西班牙本身 當地買酒便宜 他們當酒是便宜過水 當地在歐洲 與其不如這樣 我不如所勝 買一瓶喝就算 你剛才說的很有興趣 我們都不知道 一瓶酒開了之後 是不能擠過兩天左右 是會發酵還是會壞呢 其實我未專門懷疑 是因為製造完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酒 剛才說過 空氣會令酒變化 其實如果變化多的話 酒便會開始下滑 因為酒有一個生命周期 是嗎 最高的點 透過空氣讓我們氧化 但如果過了點 就會慢慢慢慢走下波 所以我便說 當然有些酒可能在幾天後更好喝 有些酒可能放了兩三天才出來 我記得朋友跟我喝紅酒 找這個Decenter 倒進去等他攤一攤 叫做briefing 一兩個小時就最好 他說我不知道一兩天 然後慢慢倒進去 不要動動到他 很多女人都不能動動到他 溫柔一點 這樣喝後自然的香味和醇味都會出來了 我不知道兩三天 這樣女人都分很多種 所以有些可以開了兩小時就可以完成 有些女士就要回幾天 幾天 回不幾天的 立即不行 這個很大學問 這個真的要試得多才可以 酒上有沒有寫明 不會寫明 因為不同時間 喝又不同的醒的時間 還有很多狀態 酒跟別人一樣 可能踢球又說狀態 喝酒都要說那些酒那一天的狀態 怎樣看得到呢 要試 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就算是讓酒師 也不敢跟你說 要真的多久 反而我們開了一支酒 我們要試一點點 感受一下酒 究竟要多久呢 一定要打開試 一定要打開試 你打開就知道 裡面有什麼乾坤 沒錯 又有請問 你去到餐廳飲 你無論是喝House Rye 或者買一瓶 他都倒少少給你試刺 試什麼 好問題 我每次都是喝 我都不知道試什麼 我當時學喝的時候 食物要倒呢 開了就要倒了 試不好喝 是不是不好喝 那怎麼辦呢 這個鹽滑 我當時也有 我也有 我忘記一直問問 方實你還沒說 如果到時倒出來 你不喜歡喝 是不能退貨的 蛤 是不能退貨的 但其實為什麼會讓你試呢 因為如果你離開 我們有些木室去開 原來木室裡面 有一百支酒裡面 可能有兩支 木室會受到真菌感染 即是2% 對 所以 但是在做木室的時候 不知道 要慢慢擠才知道 那一支酒 即是用初傳的時候 然後慢慢木室受到感染之後 那一支酒 我們叫做 即是壞了 開始的味 我們試一下 那個味道有沒有壞 哦 即是水蟲有沒有壞 是的 是的 因為壞的話 有些什麼 像是豉油 像是燒藥水的味道 豉油味 有的 有的 濕報紙 很奇怪 你很幸運 很難的 我以為 試一試 它沒有變酸 即是有些酒 醋是酒造的 那可能 有了氣 它變了酸 那喝下去不酸 我就覺得OK OK 什麼叫做 我都不知道 酸了 都不能退 即是酒 如果你覺得很酸 即是酒本身是酸 都不能退 但如果這支酒 好像科神所說 我們所謂的 咳了 又或者本身酒 是壞了 壞了 你聞下去 好像爛水果味 那這些酒的 情況是很有問題 這個情況 就可以跟餐廳 酒店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這支酒有些問題 咳了 咳了 他們通常就會找回 他們的 酒苦師傅 是師傅 是師傅 那時候是師傅 是師傅 那時候是師傅 如果是確認 是彎了 那他就會 換個支給你 這樣 就是拿著一個 小盆 那些是 那些是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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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餐廳 可能是他們 他們未必掛牌 可能有一些標誌 他們是駐場的師傅 那些經理也有這樣的資格 那他就會告訴你 有沒有牌 這個當然要考試 要考試 當然有些 就算他沒有考過牌 他本身很有經驗 都可以 因為其實都知道 那些酒 最重要是辨別到 是有問題 還是本身的酒 只不過是酸了一點 那紅酒 有沒有跟白鑑地 有分年份 紅酒 絕對 我知道 哪年出產的 是 那年收割葡萄的問題 我先說 不說這個 先說 好像白鑑地 有遠年 比如說 有50年的 有20年的 有20年的 有幾十年的 威士忌 20年的 是有沒有這樣的 年份 其實就不完全一樣 但都接近 比如說 白鑑地 我們要放六年 才可以叫XO 其實在 有些地方 例如西班牙 他們的酒 都可能要放了五年 才可以叫一個等級 還有一個桶 還有一個瓶 我知道 所以 可能幾年 才拿出來買 他才在一個 酒標上面 寫明他是什麼級數 可能要放兩年的 有一個等級 五年的 也是木桶 是木桶 再加瓶 所以 有一個類似 但又不是完全一樣 即是 年份的指標 但是 比如說 泡酒 那些 就好像接近白鑑地 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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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Can cough 沉爽 生命周期 有些酒 可能真的要100年的 啤 有的 最近有一支 例如說 18年 甚麼 有些 politik 我真的在發霧? 那我還要小心處理 老闆可能發霧,酒還未發霧 老闆吃發霧也100年 大家可能聽過,2009年被譽為超級好年 專家說要遮100年才可以喝 2009年遮到100年? 遮到2009年才可以喝 遮到2009年才可以喝 我相信我就沒有機會試這瓶酒 最好的時間 我們說要放多久呢? 通常我們會試 有些專家會建議放多久 大部分的酒都是5-10年內喝光 一年喝光? 是 如果不喝光,就會沉澱 我們會說酒下坡 其實裡面很少空氣 有影響嗎? 有影響 有影響 因為水蟲木有一點空氣 空氣 空氣在水蟲木架裡 慢慢沉澱 慢慢沉澱 哦 那是不能抽空的? 不會抽空的 沒有放過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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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不需要放過防腐劑 酒不需要放過防腐劑 因為酒精是防腐劑 所以就不會放過防腐劑 所以也很少抽空 酒最有趣的是變化 慢慢慢慢 什麼時候喝 還有 酒箱當然希望買多一點 盡快快快去喝光 第二天 那又來過了 所以我抽空的 會放過很多年 會摘很多貨 Sofar 是否防腐劑 也是其中一種 也算是 也算是 也有放少許 Sofar 就看回那個地方 因為如果那個地方 酒那一年的 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下手法 即是法例規定 是的 譬如舊世界 即是歐洲地方 簡單地說 不可以下手法 譬如新世界 就容許 但也不會過了 因為對酒有信心 就不下手法 不如你說一下 舊世界 新世界 舊世界其實只有幾個國家 舊世界 我們扮指歐洲的國家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歐洲國家 它有個法例 法例就監管得很嚴格 監察的 監察的 其實所有的法例 是由法國 源自法國的 法國慢慢慢慢 帶到全國 歐洲 都會接近 你要在歐洲賣 即是歐洲做酒等等 要跟足指令 否則的話 它不讓你賣酒 不讓你在法國賣酒 不讓你做 即是不讓你 成為一瓶酒 你要跟著它的指令 你不可以製造出來 這麼嚴格 對 很嚴格 對於消費者 是好事 我有信心保證 所以我已經是舊世界 但是我一些新派的人 我不喜歡跟著傳統的手舊 沒錯 他們就去什麼 我們叫新世界 可能是澳洲 智利 美國 這些地方 去釀酒 因為他們的限制少很多 可以千萬行空 用它的創意 去發揮出來 譬如意大利 有很多酒 意大利 西班牙 這些都是舊世界 舊世界 沒錯 歐洲都是舊世界 應該這樣說 我們凡是歐洲 都叫舊世界 那中國葡萄酒 算不算新狗 新世界 絕對新世界 絕對新世界 很新 但是不要看少中國 中國的葡萄酒 是全球 因為指數出來 生產是全球第五 是啊 真的很厲害 這麼多 但是為什麼人見不到 香港也很少 因為中國太多人 已經自己喝光了 我自己喝光了 我們有個朋友 在山西有個養酒廠 自己出產幾個牌子 也挺有名的 很有名的 自己還是土豆 是的 譬如舊世界 以法國為最領先 是的 它的生產 其實法國、意大利、西班牙 這三個國家 每年都是鬥山第一 但是普遍來說 英國是沒有的 英國沒有 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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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有數款 基本上他們 英國反而買很多 波爾多 法國 其實法國出口很多 就去英國 是的 但是自己英國 不種葡萄 不出產 不釀製 他們的位置 就是天氣 各樣東西 就不太適合 可能最多 在蘇格蘭 做一下威士忌 威士忌 是的 但是葡萄 他們就是不能種 噢 我這樣說 大部分 現在是好少少的 因為 剛才那個年輕的人 他總是不相信扯 理論上 英國是不適合 釀製的 不適合 太冷了 是的 但有些人 就不相信扯 覺得我做到的 自己試玩 其實他說 香港 你也可以自己做葡萄酒 早幾年 十年 在香港還做葡萄酒 自己釀製 香港是釀製酒 在阿比州 釀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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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酒出來是紅,有些酒出來是白,有些酒出來是粉紅 這麼深的,好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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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味化了我很久,究竟是不是不容的葡萄 白葡萄做白酒,紅葡萄做紅酒 那是不是不白,做露西呢,做粉紅酒 這個疑惑都是我初時的疑惑 沒錯,當時想到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人喝紅酒,喝白酒都知道 又說適年飯,又說適年牌子 但你問他,何解是紅酒呢 紅葡萄做呢? 很有趣,哥先生 剛才柳Sir的問題,正正是一年港者的問題 是嗎? 是的,那個師傅問了港者,紅葡萄酒就是紅葡萄做 那麼白葡萄酒,是否白葡萄做呢? 據聞那個說者當然是搭白葡萄 而答案呢? 是錯的? 一半 一半 是,可紅可白 是嗎? 為什麼呢? 先回答一下柳Sir的問題 為什麼說,那些酒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呢,所有的葡萄收割下來呢 我們會浸皮的 什麼叫浸皮? 那些葡萄醬汁 是嗎? 是嗎? 那些葡萄醬汁 不是,那些葡萄醬汁 是吧 好,炸葡萄醬汁之後 再將皮 倒進去一起 對,白葡萄醬汁 沒錯 所以紅葡萄呢 有顏色的 然後浸起來 就會變成紅色 但是白葡萄醬汁 就不是了 我就是去皮的 我就是把醬汁壓住 那些葡萄醬汁 就這樣了 或者有些人做SPA 剩下的肉 剩下的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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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紅葡萄醬汁 就算是紅葡萄醬汁 也會去皮 芋圓醬汁 就是紅葡萄醬汁 肉是透明的 我們吃蟆子 就算是黑葡萄醬汁 即使是紅葡萄醬汁 也會剩下的醬汁 所以色的醬汁 其實是白色 在葡萄醬汁 剛才回答劉Sir的問題,有些不紅、不白的那些 Rose 偷嗎?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話說有一次,我回答我的情況 有一次在外國,一個外國大的學生問我 科神,我想問Rose 是不是紅酒混合酒就是Rose 這個問題很邏輯,真的是暖水 冷水加熱水就暖水 當然,抖運就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剛才所說,葡萄是浸皮的 其實紅葡萄酒的浸皮時間是很長的 很長嗎? 對,可能半年,一年 所以醬汁才會感染到顏色 有時候入口紅酒的口感,有些力量 好像黏著,舌頭和上額磨擦的時候 有個感覺,就是黏著葡萄皮出來 但Rose 通常浸皮不會太長 浸28至48小時 就拿少許顏色出來,這樣就足夠了 那就做Rose 就做Rose 輕奶奶奶 輕輕幾天 皮輕輕,所以就淺紅色 對,好像紅酒一樣可以浸這麼長時間 所以就變成粉紅色,甚至像煙生紋魚的顏色 但我又見到另外一個人說 別入廚房看 因為廚房有很多食物你不想吃 葡萄炸羊,我見到 有很多食物你不想吃 有很多食物你不想吃 是真的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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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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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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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這是什麼年代呢? 這是在說20-30年前 20-30年前 都仍然是人 用腳的? 對,再久一點之前仍然是 但是現在科技發達了 有機器 但是仍然有少數地方 仍然保留 解釋才是用機器 或者用人力 壓釋出來 壓釋出來 壓那些葡萄肉 的釋出來 對,沒錯 沒錯 但是現在當然是有機器 但是剛才說 其實還有小部分地方 都仍然保留著傳統 例如南非 或者葡萄牙 他們還有小部分 都很堅持 就是人蟋 對,他們覺得 例如我們煮食 可能是天然的 要人手採摘的 就比較好吃 哎呀 上次我還沒有參觀過 踩的那些 是自然的 即是 你覺得機器中 比較粗糙 人的 即是那些 力有溫和 等等 即是冬天然的 有一個人觸摸 對 人手積碰到機器積的 所以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用藥 踩到什麼程度 為之 OK 就可以釀走 其實是壓了所有汁 總之是壓了所有汁 當然 人腳 可能有些皮會比較粗糙 有些都壓不完 但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人口出來 口感就更加滑 機器就不是這樣 壓到盡 所以就有這個分別 但一腳的話 始終人不夠機器這麼用力 這麼掌握都沒有一顆 嗯 踩完踩到什麼程度 就知道可以發酵 即是要放發酵 即是要放發酵菌 其實踩完就可以了 即是他覺得那些人的乾 即是汁盡了 其實純粹要拿汁出來 那接下來是怎樣做的 酵粉 其實酒呢 因為酒 因為是葡萄 不是酒餅 不會放酒餅 葡萄本身是有糖分的 糖分接觸了酵母 就會變成酒精 噢 所以葡萄提子汁 有糖分 在空氣裡 就自然會變成提 酵母是家裡 還是自己本身有的 一點點 有些廣東名是全天然酵母 有些廣東名 可能是天然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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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後期加工的酵母 但是有更多的 就是我講明天然酵母 又是自然的 即是自然的 都是因為這樣做的 就像中國釀米酒 蓋著等它發酵 會發到七彩的 又紅又綠又綠又藍 很熱的 很熱的 當然每個酒莊不同 有些會發酵 有些會發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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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會放木桶 去發酵母 令到那杯酒 有些叫做雲呢 那些會發酵母 有些會發酵母 木的味道 沒錯 沒錯 就看回楊宗斯 楊宗斯 覺得我要全木雅剛 還是雅剛 我要新木桶還是舊木桶 都不同味道 不同味道 每個地方做木桶都不同味道 美國有它的味道 對嗎 味道不同 對 木桶都差很遠 對 美國的木桶出來 就是那些雲呢那 甜味 就很出液 對 法國的那些 你一喝下去 你一喝下去 就知道那兩個木桶 就已經分得到哪種 哪種 沒錯 就比較含蓄一點 含蓄很多 OK 那樣子多久 原來有一隻酒不同 例如八酒會短一點時間 紅酒的可能要你預算 兩年之後才會 兩年嗎 一些 例如波爾多系 通常兩年左右 意思是今年修成的 17年的 等於19年才會見到 那是417還是419 417 照417 19年才上市 不過呢 我想說一件事 今天有什麼日子 今天有一個日子 是叫做Bujune Novo 這個新酒 是的 我最喜歡的 你有沒有 我少喝 我少喝 這個Bujune Novo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每一年第11月 第3個星期四 就是今天 是的 今天就會有一個派對 今天什麼呢 就是我們釀酒兩年 很長時間 新酒馬上 我今年9月收成 然後馬上很快去釀酒 很快去釀酒 在11月 全球都釀酒 八角也好 香港也好 只有這麼多瓶 沒有的 百年不能喝 厚的東西 隔個月都沒有喝 最好喝的是那段時間 這個我經常喝 好像果汁一樣 新鮮 為什麼你會經常喝呢 很容易找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以前在沙田龍華 開了龍華使甲 二十幾三十年前 鍾先生 現在還在這裡 剛剛去了瑞士 他說 他是一雙雙買的 訂的 當年已經喝這個 我訂了一雙雙 訂了之後 就會招呼朋友 一定要喝完 他說不喝完 他不是新癌 酒癌 你酒不行 所以 敷衍 就下午難去吃八甲 然後喝新酒 幾箱 都不宣 一個星期都和你宣傳 所以我不是認識 所以正正正正確實在 這就正正是有時候 法國有 但是那個年代也很厲害 因為現在 即是三十四十年前 現在也有很多人 會參與 但不是十分流行 香港還可以拿了一點時間 在法國也很流行 是一個很大的派對 基本上法國的今天就已經不上班了 他那時候就是搞派對 大家來喝新酒 一箱一箱開,開多一點 但是不是很多人懂得喝 很多人不太懂得喝新酒 有些人不喜歡,因為它比較甜 有些是果汁來的 酒精度又不太高 你喝一瓶不覺的 一兩瓶鹹 就像泰滋汁一樣 但是現在2017年 等兩年後才喝到2017年的味道 很長時間 不如2017年的新酒 我就知道原來那一年是什麼風格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新酒是2017年喝的時候 就喝回2017年那一年 就是這樣 就是9月收割 稍後我們下個節目說一說 種盆龍酒有很大的規定 因為這是國家的文化產業 對它來說是很重要的農作物 是呀 是呀 稍後我們說 還有它有特別寫著 法國這個酒牌局 是嗎 上酒局 特別發出一個認證 因為你沒有這個 即是不得正牌 沒錯 稍後我們再說 好 好 小弟就介紹一下 我所屬的一個品酒會 叫做聯校校友會品酒會 英文名叫做 The Joh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Wine Cup 簡稱JUAWC 接下來我們已經是第四個年度 我們去慶祝我們的會成立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 四周年的晚宴 希望呢 譬如有些朋友的興趣 來參與一下 可以去我們Facebook 看看我們這個 四周年的晚宴的資料 可以去Facebook 找回JUAWC JUAWC 簡單講講的細節 就是 會是11月24日 星期五晚 會在尖沙咀 九龍酒店 龍逸軒 舉辦 時間是7時 在聚餐 7時半 是晚飯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去我們Facebook JUAWC 去看看資料 現在 這個禮拜 節目已經講了很多 暫時 休息一會兒 下禮拜再來講一講 好 拜拜 拜拜